YAHOO 各位數位小兔的兔子們大家好我是Hank 歡迎回到我們頻道 那前兩天DZ發表了最新的穩定器 就是他們家最迷你的系列RS3 mini 來補足他們目前穩定器就是 算是缺少的這一塊 那我們很快就拿到現貨 那這邊第一時間幫大家做個開箱 大家我們一起來看一下裡面有哪些東西 然後那這邊我們把包裝打開之後 然後一樣HD這樣目前的 極簡的包裝打開就看到穩定器本體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次穩定器它是電磁一體的 所以不像以前我們還要再分開裝 你這樣打開之後 它的體就是這麼的輕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RS3 mini的本體 它真的非常的小台 那多小台呢我們比較一下 來 這是以前RS3 Pro 這是RS3 mini 你這樣放起來之後 然後它連它的走具都不知道就是它本 穩定器的本體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次的輕巧度 很明顯的提升很多 那 除了本體之外呢 我們再看 它 剩下的配件都在旁邊的這一個小盒子裡面 那這邊裡面有 有基本型的腳架 那 這一次RS3 mini的腳架 跟它以往的 老大哥附的不一樣是比較短小的 所以說 你要是你今天 雖然說它可以支持像是2470的長鏡頭 可是要是你要裝比較 稍微中一點的鏡頭的話 有些我會把這個再做升級 讓它再更穩定一些 先把它裝上去 對 所以你看它整體裝起來就是 非常迷你的一支 那剩下這邊呢 這個是它的 快裝板 就是 跟它RS3舊款的一樣 它是採用阿卡斯維的快裝板 所以你在 上腳架的時候 會變得非常方便 就你不用再另外一條屏 你就是有 這個 阿卡斯維的快裝板 然後 螺絲 跟 USB線 這邊 好 那我這邊簡單介紹它的機構 你會發現 這一次它跟 那個 現在目前RS3的家族 的一個 比顏一樣 你看這邊 它也是有個彩色的螢幕 對 所以在操控來說比較方便 不像以往的像是 RONNY SC 或者是一些他牌的可能比較入門的穩定器 這邊都是一個按鈕 它是 跟 高階的一樣都是有個 觸控螢幕 所以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 這邊還是有保留它的擴充座 所以你可以裝像是 雙手持阿 或者是提伍手把 也有保留這個功能 那剩下還有一個 這次比較大的特色是 因為這一次因為大小的關係 它取消掉了自動鎖扣 所以它這次鎖扣是 改用手動的部分 就跟 二代一樣 而不是採用最新的結構 不過 考驗它的大腳跟那個輕巧性 我覺得這次還是OK的 然後這次剩下一個特色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直接改成直拍 那因為我是第一句 我們稍微看一下 它應該這邊把它解開來 把這個 解開來之後 再把這邊 它的上層這邊 拆掉 然後 然後 就 哇 入去了 喔 這邊 它這邊有個開關 這邊解鎖之後再壓下來 它就可以把這邊 整個拆掉 那 剛剛我們拆掉的上層 這個鎖塊 它就可以直接套進你 這裡 那你的相機 像我們先 示意一下 你的相機像這樣 就可以裝到這邊 就是我們目前 很多需要直拍的時候 像我們很忙 我們常遇到很多客人 他們為了要直拍 可能要另外買L版啊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套件才能做直拍 那 真的現在很多自媒體 我們 手機其實需要 拍攝直幅的影片的話 像這樣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很方便 那 這 目前看起來的話 它的做工跟 各方面其實都跟它的老大哥差不多 那我們也很高興看到 欸 DJI補足了這一塊 因為以往其實很多的客戶 他們是像是ZDE10 比較輕巧的機像 甚至連RS3 比較入門 對他們來說都太大隻了 所以 像這支RS3 mini 我相信可以補足他們 這些客戶的需求 而且也可以享受到 同等DJI的 可能 強大的APP 或一些 其他配件的 效能性 那目前這支RS3 mini 在我們的門 是已經有展示了 那歡迎大家對這台機器 有興趣的客戶 或者是你會擔心說 你的相機 是否能在上面做調頻 跟穩定的客戶呢 會讓他現場來試用這樣 那我是HANK 開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